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夫山泉将传给美籍二代 钟闪闪说no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大家好 欢迎来明镜新闻台 明镜要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惊心动魄的话题 中共高层陷入了集体休克的状态 而习近平似乎束手无策 根据多方媒体报道 三中全会后 中共高层的政治局势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专家分析指出 习近平对经济领域无能为力 加之对军方高层的互不信任 使得中共顶层陷入了危机 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表示 目前北京的局势非常诡异 习近平的大正方真因经济形势恶劣而无法落实 各地领导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种情况导致整个高层陷入了政治休克 此外 王军涛还指出 中共军队的人事安排问题 习近平对军队的不信任以及军队对习的不满 均预示着即将面临的军队危机 这一切使得中共高层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甚至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清洗行动 习近平在军中的权威不足 却试图以强权压制 这样的局面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文章首先提到 中共高层在三中全会后陷入了一种集体休克的状态 特别是习近平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束手无策 使得这一局面更加严重 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指出 北京的政治局势显得异常诡异 虽然习近平本人面临政治风险的可能性较小 但其在三中全会定下的大正方针无法落实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极为不佳 王军涛进一步分析 中国各地方政府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忧 由于经济形势恶化 各地领导人已经意识到 如果按三中全会的部署形势 经济将会陷入灾难 甚至可能引发饥荒 因此地方领导人选择观望 等待习近平做出进一步指示 然而习近平在关键时刻没有表态 导致整个高层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 这也被王军涛称为政治休克 在军事方面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王军涛指出 董军作为中共国防部长 在三中全会后 没有被递捕为军委委员 这预示着军队内部将面临重大危机 在外交部长职位空缺后 由王毅兼任的模式下 军队高层面临同样的信任危机 虽然中央还有几个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 可以代理国防部长一职 但习近平对这些人缺乏信任 包括对董军的信任度也很低 王军涛强调 习近平对军队的极度不信任反映在多个方面 军队对习近平的满意度也很低 这种双向的不信任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预示着可能的大规模清洗行动 军队的服从建立在绝对权威之上 而习近平在军中并未建立起这种个人权威 仅靠强权压制 这种做法显然是危险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文章提出的核心观点是 习近平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失误 特别是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无所作为 导致了中共高层的集体休克 这种局势不仅对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对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了威胁 从经济角度来看 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是多方面的 国内消费疲软 失业率上升 外部贸易摩擦 家具等因素共同作用 使得经济政策陷入困境 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配套政策和执行力支持 显然难以落实 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等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任何激进的经济政策 都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军事方面 习近平对军队的信任危机 突出反映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复杂性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 然而习近平对军队高层的频繁调整和不信任 不仅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也使得军队内部人心惶惶 势其低落 从政治角度看 习近平试图通过集中权力 来实现对国家机器的全面控制 但这种做法在缺乏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 反而加剧了内部的矛盾和不稳定性 高层政治局势的休克状态 反映出中共在应对复杂局势时的决策困境和信任危机 综上所述 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和分析值得深思 中共高层的集体休克不仅是经济问题的反应 更是政治和军事问题的综合体现 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 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失误和信任危机 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 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 取决于中共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和危机 重新建立内部的信任和合作机制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新冠疫情大爆发 网传上海医院腾空接受病人 据星岛日报报道 近日中国微信朋友圈境传出消息 华山医院已经腾出五号楼 专门收治新冠病人张文宏建议退休老人 这段时间内千万别去跳广场舞 死死舞在家里一个月等 消息让人不禁又想起 新冠疫潮当日肆虐全球 社会各阶层饱受痛苦的情景 上海市肺科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同济大学副教授胡扬日前透露 他的一个老哥在县里的一家医院做主任 打电话给他讨论一个新冠重症病例 该病例有基础病 肺部白了三分之二 呼吸困难 胡扬说讨论完病例 这名主任还说了一句 最近新冠感染者不少 有些年轻人检查出来 肺部也有病兆 这让我有点惊讶 他说新冠病毒传播的依旧很快 有一种蔓延的倾向 大家都还要注意防护 尽量戴口罩 尤其是到医院来看病的人群 其次是少到人多的地方 人多容易相互传染 新冠病毒变异升级了 目前出现两个新毒王 一个是JN1的变异株XDV 一个是KP3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儿科副主任医师郭主任 8月2日发微博说 新毒株KP3来是凶猛 应常被四种儿科药 8月10日上午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教授郑青 以朋友圈流传的是假消息 同样内容消息 最早在2022年12月出现 后来在2023年4月又出现过 几乎每年都有人发同样的假消息 张文宏表示 针对当前一些网友关心的话题 微信公号华山感染周六 10日发表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通过对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数据的分析 及张文宏教授的点评 认为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等呼吸道感染 处于常态波动区间内 6月上旬起逐渐减出 有的变异株占比上升 但未引起重症病例升高 此次感染整体就诊人数 相较于去年秋冬季高峰 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降低 不会对当前的医疗资源和人群 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 中西社报道 近期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率也有所上升 中国疾控中心8月8日公布的 7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显示 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 从第27周的8.9% 持续上升至第30周的18.7% 专家指出 今年夏季报告病例增多 可能受到假期人口流动频繁 密闭空间活动时间增多 以及病毒变异 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降低 个人防控措施放松等因素影响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为什么抓了自家白手套 纽约时报记者福财德指出 中国最有名的企业家马云 也逃不脱中国的政治系统 更重要的是 全世界的系统 律师 金融系统 官员 银行 还有证券公司 他们都在支持中国白手套秘密的控制公司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由记者 原力主持的 不明白 播客邀请纽约时报记者 傅财德谈最近发表的报道 揭秘马云和明天系 肖建华的隐秘商业联系背后的故事 傅财德指出 已被判刑入狱的肖建华 曾经是太子党的金融顾问 帮助他们买卖资产 还有把他们在国内的人民币的资产 转到国外 所以 他跟各种各样的领导人很密切 他有一个帝国叫明天系 就是他们的 是一个国内的帝国 控制了很多银行 保险公司 还有证券方面的公司 他是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亿万富翁 因为他跟很多领导人的亲戚有关系 比如习近平的母亲齐乔乔和姐夫邓家贵 齐乔乔要出售一些资产的时候 也是用肖建华的服务来卖一些资产 还有李伯潭 贾庆林的女婿 也是跟肖建华一起投资 傅财德和原力分析认为 肖建华的被抓 是因为习近平可以控制他 并用他所掌握的秘密来威胁政治对手 傅财德在谈到这类报道的价值时说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连中国最有名的 最可以羡慕的企业家 连这个人都不可避免中国的政治系统 更重要的是 全世界的系统 律师 金融系统 官员 银行 还有证券公司 他们都是支持秘密的控制公司 这全部的系统 支持肖建华用这些白手套 来秘密的投资马云的公司 还有秘密的控制好几个在香港 还有其他的地方 还有在中国国内的一个公司 It takes a village 这需要整个村庄的支持 他认为 这些金融系统 有一个village 村庄来支持肖建华这样的人来 继续秘密的控制很多公司 奥运话题 与中国审查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 奥运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作者潘文指出 巴黎夏季奥运会开幕式 在中国社群网站上引发了热议 但一天后 讨论就被审查压制 在过去十年中 尽管中国公众对LGBTQ群体的接受度有所提高 但中国当局对LGBTQ群体的态度却越来越排斥 奥运会与中国的国家复兴和现代化道路密切相关 还与男性气概 民族主义和权力理念紧密相连 文章说 奥运会在中国引发广泛的公众讨论 但是存在审查红线 例如 由于网球运动员彭帅指控一位中共前高官性骚扰 此类话题受到限制 尽管一些运动项目成为了备受关注的反腐调查对象 但与中国国际形象密切相关的国家奥运训练系统 却基本未受影响 国际奥委会和其他体育机构 允许中国自行调查其丑闻 最终往往产生不可置信的无所宣告 潘文认为 中国公众希望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 包括在竞技场上 但他们也希望有一个繁荣的经济和更多的对外开放 而这在后习近平时代看来都不太可能实现 地方政府与讯息控制 关注中国话题的美国网站中餐馆邀请专家讨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传媒研究者班志远指出 在过去十年里 不仅是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几乎所有与公众直接相关的报道都受到限制 班志远说 无论我们对食品安全现状有何评价 可以肯定的是在专业报道和透明度方面 中国的讯息标准是世界上最差的之一 习近平上台以来 巩固了领导层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 确保最专业化的媒体也必须扶手听命 他强调媒体的职责是服务于党 然而随着对权力的集中 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在如何报道突发事件方面 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 在许多情况下 现在的地方县市政府或其警察部门有权控制讯息发布 即使他们有各种理由隐瞒讯息 仍然被视为权威新闻来源 这种情况下 我们经常看到新华社等国家级官媒 完全依赖地方媒体发布的报道 这是掩盖真相的完美配方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川普若杀回白宫 中国GDP将猛降1.4个百分点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若回国白宫 将成为中国更大的噩梦 他先前指出 若赢得今年的总统大选 将把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至60%或更高 这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将比川普第一任任期更严重 除了因为关税将会更高 当前的中国经济也更加脆弱 BCN Research 首席地缘政治策略师杰特肯表示 川普将在中国经济陷入通缩之际 再给予一计重拳 中国经济现在更加脆弱 美中贸易战于2018年 川普第一任日内爆发 当时川普对价值35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 占2018年进口总额的65% 征收高达25%的关税 包括太阳能板 洗衣机 钢铝 中国随后对美国进口商品课 征关税进行报复 大多数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受到严重的打击 但这种冲击并没有持续下去 在武飞疫情期间 由于西方国家实施封控措施 期间消费者大量购买消费电子产品 和其他家居用品 中国的出口强劲反弹 此后 中国出口商在国家支持和低价的帮助下 找到了新市场 由于对欧盟和东南亚出口禁阳 中国6月货物贸易顺差 创下近1000亿美元的单月记录 出口激增对于原本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来说 是个亮点 中国房市低迷已进入第三年 受房市崩盘和疫情带来后遗症的影响 中国消费者正在勒紧荷包 地方政府财政严重吃紧 民营部门信心低迷 这种对制造业和出口的依赖 使中国对美中贸易战 若进一步升级更加敏感 百达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斯维菲尔预估 若贺锦丽入主白宫 并在总统任内坚持拜登政府 更具选择性的关税政策 2025年 中国经济成长可能减少0.03个百分点 若川普回国 并落实将所有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60% 中国受到的打击将大得多 2025年的经济成长率 将从预期的4.8%降至3.4%左右 降幅高达1.4个百分点 瑞银则预估 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 将在征收后12个月内 拖累中国GDP成长约2.5个百分点 但如果中国采取抵消行动 拖累可能仅为1.5个百分点 中国可能因应措施包裹 让人民币进一步贬值 向出口商提供退税和其他优惠 并降低利率 高正表示 中国可能会试图透过报复 来迫使美国重新考虑 例如提高对美国产品的关税 停止供应关键矿产 以及可能出售美国国债等美国资产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没钱了 中国郑州 苏州法拍屋暴增四成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房市低迷 满地烂尾楼 加上失业率攀升 许多人缴不出房贷 造成法拍屋大幅增加 其中郑州及苏州上半年法拍屋数量年增于四成 市场机构科尔瑞报告显示 2024年上半年 中国住宅类法拍屋挂牌量达20.2万件 较去年同期增加12% 统计显示 住宅类法拍屋在二线城市增幅最显著 其中郑州2024年上半年挂牌数达5138件 年增43% 厦门 苏州等城市的住宅类法拍屋挂牌量 依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40% 外界研判 郑州法拍屋数量激增可能与该市的烂尾楼有关 专家表示 尽管法拍屋价格比中股屋更低 起拍价大约是市价的七折 因房价降得太快 竞拍很难以底价成交 成交率也不高 今年上半年住宅类法拍屋成交率仅18.4% 比去年同期下降8.8个百分点 银行界人士告诉财新 由于房价下降比较厉害 银行也不敢真的收了房子拿去法拍 部分房产可能已经成了负资产 卖了也无法清偿银行贷款 与其放任这些房贷变成不良贷款 不如双方协商共度难关 先挺过这几年再说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农夫山泉将传给美籍二代 钟珊珊说No 据自由财经报道 近来中国网络流传 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珊珊将把公司传给美国籍二代 引发外界担忧农夫山泉将成为外国企业 对此钟珊珊回应称 农夫山泉永远属于中国 综合媒体报道 钟珊珊近日接受中国央视财经频道对话专访 回应近来外界对她及农夫山泉的诸多质疑 当中包括农夫山泉可能会传给美国籍二代 捐赠2.4万瓶水的抠门首付等被网友攻击的话题 对于网传农夫山泉有可能会传给美国籍二代 未来可能不会是中国企业的疑虑 钟珊珊回应称 农夫山泉永远属于中国 并指目前公司接班人还不清晰 也不能清晰 这是大公司惯例 让公司永远处于竞争状态 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有机会 直到接班人能力 让他可以放心 就可以交绑了 对于网友批评农夫山泉在2023年底甘肃地震中 只捐赠2.4万瓶一用水 钟珊珊表示 这2.4万瓶水是公司的制度设计 任何时候只要有公众危机 农夫山泉就会将灾害捐赠的权力下放到办公处和经销商 常备一千箱水 以便及时捐赠救灾 而一千箱正好是2.4万瓶水 钟珊珊称 该制度设计本来是个好的东西 但在网络争议的过程中也被拉出来 作为一个首富的诟病 这是外界不了解公司制度设计所造成的误解 至于近来受到网络暴力攻击的影响 钟珊珊称 这次网络暴力攻击让他重新思考成为首富的责任在哪里 只要坚持下去 真理一定会来的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